BTS发行的Butter 在Beoboard百大热榜上 连续7周获得冠军后 Permission to Dance也不负众望 推出后空降冠军 而本周最新榜单Butter又重回第一名宝座 创造了BTS连续9周的第一名 因缘佳机以及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韩国总统文在寅任命BTS为文化特使 据悉这次成为文化特使的BTS 拿到的护照也很特别 到底是什么样的护照 赶快一起来看看 7月21日BTS成为大众文化艺术人当中 首位被总统任命的正式特使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发布会上青瓦台发言人 很有sense的穿了紫色衣服 表示BTS将出席9月份 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 随后在7月24日 BTS出演了SBS的八点新闻 这是继2018年后 BTS二度出演该节目 并在访谈中发表感想 虽然还很微不足道 但是无论是文化特使还是总会 只要我们有能力就会参与 而且这次任命是属于外交帮助的一部分 据消息指出BTS能够获得外交官护照 该护照因此备受关注 韩国在近两年间将使用了32年间的护照封面 重新设计及发放 主要分为三种护照 一般民众的护照封面颜色从原本的绿色变成了蓝色 再来是灰色的官用护照 最后是外交官、总统、国务总理、特使等所属公务员 使用的红色封面护照 据消息持有外交官护照有许多待遇 例如在海外享有司法豁免权 在机场出入境时 可被排除在检查携带品对象外 还可以获得VIP礼遇 另外在某些国家甚至可想免签证待遇 BTS能获得这一特殊护照的消息也成为话题 由于该护照给予的待遇 韩国国会议员们为了能持续持有该护照 还曾经试图修改法律引发争议 韩国网友们针对BTS可以获得国会议员们 都想得到的护照表示 BTS这程度的话要算高职位了吧 他们有充分的资格获得 也有资格享有军队特权 到国外记得要打疫苗 希望南郡不要把护照弄丢 他们好像马上就要登上历史教科书了 以上等各式各样的反应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